小米连续出招推出两款的平价又高规格的新款 Poco F3和Poco X3 Pro 令不少人都有一点心动 今次我们Tabletro率先送上5G旗舰Poco F3的评测 希望对你的选择有帮助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 记得CLS、留言、Like和Share 这条影片是由自力推动5G发展的中国移动赞助 大部分小米中高阶的手机都会用6.67吋打孔屏幕 Poco F3也不例外 用了这个好像茶餐厅礼汤的双同尺寸打孔屏幕 机身只有7.8mm 以备有4,600mAh的电池手机 机身也算纤薄 也有齐立体双喇叭和红外线发射器 但会缺了3.5mm插头 而且也不支援MicroSD卡擴充 它用了突出机枝的指纹识别开关 就算是指纹识别方式 改了按压识别 而机背就采用了镜面的设计 虽然以往都有一些手机 例如Samsung Galaxy Fold 或者Sony Xperia XC Premium 都有用过 不过镜面效果始终相对较 原彩玻璃的镜背手机比较少 也算是给用家不少的新鲜感 虽然Poco也是小米旗下的手机 手机操作功能也和大部分小米手机大同小移 支援慢能的遥控 应用商开 手机分身 NFC电子支付 方便萤幕刷新率 和微光萤幕 不过 Poco手机有一个独有的专属界面 可以将Apps自动分为 社交通讯 娱乐 摄影味化 和效率功能等类别之方 方便用家去找Apps Poco F3采用比Qualcum S888次一级的S870CPU 设有6GB加128GB和8GB加256GB的版本 由安兔兔得出的跑分是68万分 其实也是比S888手机效能相差10% 小米Poco F3 前期推出的Vivo X60 Pro 是使用同一个CPU 但定价便宜超过一半 难免会被人拿来直接比较 但就以使用时间为例 设计4600mAh的电量小米Poco M3 运行双角的MC Mark 2.0使用时间测试 结果只有10小时41分钟 其实它和成绩是15小时10分钟的X60 Pro 使用时间还有一段颇远的距离 小米Poco F3采用了双nano线5G加4G的双卡双代 支援频段包括N1 N3 N5 N7 N8 N20 N28 N38 N41 N77 N78 除了支援5G网络之外 也支援WiFi6 但官方没有注明细节 但它的运算和网络速度都可以达到最高水平 我们采用CMHK 5G SIM卡在炮台山测试 达到39MB的速度 令人惊喜 Poco F3主力卖点也是售价 支援5G和Snapdragon 870 CPU 拍摄规格也很像倒霸 包括4800万像素F1.79的光圈主镜头 加800万像素F2.2 119度超广角镜头 再加500万像素F2.4长焦微距镜头 和不少小米中阶机相同 相机也同样地复制了大部分小米手机的拍摄功能 包括前后双镜、长曝光和魔法分身等等 虽然Poco F3拍摄规格和大部分小米中阶手机相同 但拍摄的效果也看到吓人 主摄支援2倍无损和10倍数码变焦拍摄 10倍当然会比较萌些 但用X1和X2拍摄都可以得到清晰效果 而色彩自然的相片、复杂光源白平衡也没有走样 相机是足够应付到记录日常生活的 超广角镜也是像素所限 细致度不算很好 而长焦微距镜头 就保持到色彩自然和高细致度的特点 是一支用下才会觉得很好玩的镜头 如果不管价钱 小米Poco F3除了镜面机身 其实给到用家深刻印象的地方不是很多 不过小米每次都是逗规格 逗价钱 其实都是用家比较敏感的部分 所以大家如果说手机 好像比以前创意更少 其实是大家不舍得花更多钱 来买创新功能而造成的 看看手机中比较有创意的LG 都要结束手机业务 就是大家要付出的代价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记得CLS comment like和share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